众所周知,在叙利亚战场,俄罗斯是出钱出力最多的国家,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什么,俄罗斯出于一枪任选,得了八成年人别闹, 其实是在最近几年,违约及美国已在打压的俄罗斯,俄罗斯砸海外的军事基地,也就只剩下叙利亚的两座了,而随着叙利亚内战的发展,美国很可能将拔掉俄罗斯,最后的两座海外军事基地,俄罗斯当然要拼此保护了,战争本来就是一场错误,无论是发起战争的反政府武装,或者是当权的巴沙尔政府, 如果巴沙尔政权确实深得灭心,又怎么会有反政府武装成长的空间,而作为发起战争的一方,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,都是国家的罪人乃至世界的敌人, 叙利亚内战走到今天,已经失去支持的反政府武装,只能蜷缩在叙利亚南部等到灭亡,而俄罗斯联军也是毫不客气的大举心脚,就在人们以为战争迎来终点,和平重新来临的时候, 在叙利亚的北部土耳其强势入住叙利亚境内,引起了土耳其和俄续之间的矛盾,并引发一场雀跃战争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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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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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